Hello大家好,我是肖妹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期超级高饱和度咸不咸白随远的夏日辣妹色 我这阵子跟大家分享那种淡淡的裸嗦系口红比较多 这期应该是会在小长假发布 咱们就看点不一样色彩,欢快一些的开心一下 好,如果你感兴趣这些内容的话,请往下看吧 YSL416这个色号,它就养活了一大批平气色号 这么说应该不过分吧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经典咸白的烂番茄色 暖皮无压力,而且这个压力很好 唇色是能完全盖住的 膜感也不用说吧 YSL它家的这个镜面唇釉还是非常能打的 饱满于低子也好看 这个番茄红是红掉比较多,而且稍微偏暗一点点 所以它的颜色质感非常好 我觉得如果你一直想找一个416平T对它很惦记的话 但你还是买它比较好 我觉得哪个平T其实也完全替代不了你心里真正中草的那个东西 Holica的镜面唇釉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 就是很好成膜,很好涂 膜感是非常透亮的那种水光膜感 14是有点荧光感的橘粉色 应该是橘粉色吧 它完整的效果好像是橘多一点 然后看特写的话是感觉粉多一点 它也是那种非常有夏日感的那种果汁软糖色 非常那种健康性感的那种眼光少女感 它的膜感是更亮的嘛 所以颜色也相对更透一些 稍微会受唇色影响一些 其实大多数姐妹我觉得就是妆后 突然粉底之后应该都能hold住 没有想象中那么的可怕 真的可以试一试这个颜色 刘女士那是最经典色号之一了 现在买这种经典色号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 就是价格超便宜 薄涂的话能更明显的看到有点点紫 厚涂的话就是很正很饱满的这种蓝调眉红色 最好看最高级 我在想做这个选题的时候 就脑子里第一批闪过的色号 就是龙女还有那个G11 它虽然是纯丝绒雾眠 但是真的非常好涂 丝丝绒绒绒滑滑的 不是那种会把嘴扯开 那种超干的丝绒雾眠 这个颜色显白嘛 我看起来好像是比较中性 没有那种非常明显的亮了好几个色号的感觉 但是真好看 这个调色真的 我上次试完之后他们给我寄了一套嘛 然后有发现这个12号真的挺辣妹挺特别的 第一笔下底就我都惊了感觉 就是完全记号笔的那种荧光粉 但是等待成本氧化之后就很正常了 现在它也是一个非常高饱和度的荧光辣妹色 肯定不会显白 但是它真的很辣妹 像我如果虽然涂的话 我觉得我也厚不住 它比较适合装后涂 然后是你搭配比较辣妹比较夏天那种 穿的比较少的风格的时候 真的绝了 我这次合集里这种类型的颜色还不太少 我觉得就大家敢于突破自我试一下嘛 对吧 再强调一下 它的膜感不是那种非常非常透亮的水光膜感 是比较偏果酱感的 但是肯定能成膜 你看它的周盖力 还有它这个颜色均匀重度 我觉得都还不错 909其实也是没红掉 但是它这一整个系列的塑料里 都是加了一些灰度在里边 看着没有其他颜色那么的亮 那么乍眼 所以它相对来说 我觉得包容性会更高一些 它和905其实我当时是猪姐来着 就把谁放到年度爱用里 可以见得我是真的觉得它很好看 它的质地是很极致的这种四入雾面 而且周盖力非常好 一笔下其唇色完全盖住 后头的话会有这种毛茸茸的感觉 把边缘模糊下会有风唇感 它的颜色就在胶眼中 又带了野性 在野性里又带点乖巧 这么说是不是有点复杂 反正就是这期有些颜色 如果你觉得可能自己驾驭不了的话 我觉得它这个就是 可能接受度会更高一点 你可以试试这个 G1前阵子试了试 我就觉得真的太特别 它也是有一点荧光感的 像是樱桃色 是稍微偏冷一点 然后霉的比较明显 但是不是那种暗暗的紫色 是很明媚的那种霉调 颜色很真很饱满 就感觉像是纯度很高的红宝石 像那种颜色它不一定显白 但是如果拍照后录视频的时候 真的非常上镜 超级好看 高饱和度明媚的辣媚色 感觉每一条都是为它 零身定做的 这也好看 我是暖皮 用起来我觉得也挺好看的 虽然没有很明显显白的感觉 但是挺好看的 像奈尔这个系列质地特别优 好像是里面添加了金有式的 那种非常滋润 非常舒服的感觉 我日常用的表多其实是75 它是比较偏那种奶棕感的 然后74这支 就是工具性非常强 它其实就是非常还原的 红玫瑰的颜色 稍微偏一点霉 但不是那种很紫的霉 虽然确实在太女人味了 在后涂的情况下 它颜色稍微有点偏暗的 所以是质感非常高级 但是它不是一个 非常显眼的提亮色 是会显得气质很好的那种 而且你别看它颜色这么深 就是你卸的时候 就会发现它几乎没有什么残留 非常好卸 它这外壳应该是锅里吧 就还挺有质感 就是它真的是属于贵有贵的 道理那一类型 好看 怎么看都好看 我这一期就是口红放出来 顺序跟我的拍摄顺序 是不一样了 然后我中途还去剪了个头发 就是你们可能会发现瘤海 一块长一块短 BBIA10号这一支 其实我觉得还是挺经典的 韩新女团色 是有一点偏眉红调的 就涂得越厚 那个眉调会越少 会更偏暖一些 虽然在中性色调里 就突然去我没有感觉 好像是一下摆了好几个色号的 那种超级显白的感觉 但是这支颜色 它相对是已经算是 暖皮友好类型了 我想夸一下它这个质地 它真的好舒服 涂在嘴巴上 就是我自己可以听到 有那种刷刷的声音 感觉有点像是 睡前爱听的那种催眠的 像是铅笔在纸上 写过那种刷刷声纸的 它涂出来感觉 非常像是一个液体的 雾面口红 非常均匀 非常薄 不是会显得很风唇的 那种绒雾感 是比较丝绒雾面的 遮盖力也挺好的 其实今天试试这些 大多数遮盖力都不错 好像就是Holyka那支 稍微透一点 好了 今天这八支口红 就都跟大家分享完了 因为我是靠天吃饭 这两天是有点阴天 画面看起来可能会有点暗 大家多的包涵 这些试下来就感觉心情超级好 就每支吃完之后 都忍不住想要自拍个几场留下纪念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觉得 让自己会心情为之一震的 那种口红色号呢 如果有的话拿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大家还想看什么试色主题的话 可以在弹幕或者评论区里 告诉我我会参考的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 如果喜欢的话 欢迎点赞上加关注 我是小朋友 下次见